在宫廷中,丑宫女往往被忽视,但这个故事却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中藏着不平凡的机会,某天,扫榻的她意外捡到一斤鸡,吞下后,生活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她的逆袭之路也正是如此,是谁能想到,一个不起眼的宫女,竟能逆袭成为皇后,在这个过程中,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在辽朝金帝辉煌的皇宫里,一位名叫萧诺金的宫女正在默默无闻地服侍着成天太后萧硕,她出身高贵,是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皇后树律平的后代,家族中曾出过宰相,萧诺金从小就饱受欺凌,即便进入宫中,也因为出身而备受排挤,她的内心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扭转命运, 重振家族荣光,萧诺金仗像丑陋,皮肤有黑,眼神凶狠如狼,这副模样让她在宫中备受冷落,连辽圣宗耶律龙旭都对她不屑一顾,相比之下,另一位名叫萧扑萨哥的妃子,却因美貌与才华备受宠爱,萧扑萨哥不仅容貌清诚,还精通琴棋书画,深得皇帝喜爱,这更加剧了萧诺金内心的极度与不甘, 她暗暗发誓要超越萧扑萨哥,成为后宫之主,命运的转折往往来的猝不及防,有一天,萧诺金在打扫太后寝宫时,发现了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鸡百剑,出于好奇,她拿起来把玩,就在这时,太后突然回来了,萧诺金惊慌失措,情急之下,竟将金鸡吞入腹中, 这个看似荒唐的举动,却成为了改变她命运的关键,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这只金鸡百剑蕴含着神秘的力量,能够改变人的相貌和命运,谁能想到,这个看似荒唐的举动,竟成为改变萧诺金命运的关键,几天后,她的皮肤变得白皙光滑,整个人焕然一新,太后开始密切关注萧诺金,甚至亲自教导她宫廷礼仪和为人处事之道,萧诺金聪明伶俐, 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技能,在宫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太后将萧诺金介绍给了辽圣宗耶律龙旭,不久之后,萧诺金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耶律宗贞,这个孩子的降生让萧诺金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被封为顺圣元妃,耶律宗贞的出生不仅巩固了萧诺金的地位,还为她赢得了皇帝的宠爱,她开始学习政治和军事知识, 为未来的权力之路做准备,然而萧诺金并没有因此满足,她开始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不满,尤其是看到儿子耶律宗贞被萧扑萨哥抚养,心中愈发嫉妒,萧扑萨哥善良温柔,将全部母爱都倾注在耶律宗贞身上,把她教育得很好,耶律宗贞三岁就被封为梁王。 六岁又被立为皇太子,萧诺金虽然是生母,却无法亲自抚养儿子,这让他感到既愤怒又无奈,他开始谋划如何夺回儿子的抚养权,并彻底摆脱萧扑萨哥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萧诺金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他开始在辽胜宗面前诽谤萧扑萨哥,企图打击对方的地位,其实辽胜宗早已看穿了萧诺金的真面目,对他多有防备,萧诺金不甘心失败,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笼络了一批朝中大臣和宫中侍卫,同时他还巧妙地利用各种宫廷礼仪和规矩,不断削弱萨哥的影响力,在辽胜宗去世前,他留下遗嘱, 封萧扑萨哥为太后,萧诺金为太妃,这份遗诏本应保护萧扑萨哥,却被萧诺金私自藏起,萧诺金还让儿子耶律宗真封自己为太后,彻底篡改了先帝的意愿,他利用自己对儿子的影响力,以及多年来积累的政治资源,成功地操纵了这次权力交接,萧诺金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先帝的意愿,更打破了辽朝的政治平衡,为日后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耶律宗真性格软弱,无力抗拒母亲的要求,就这样,萧诺金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专权统治,他首先对付的就是萧扑萨哥,诬陷其家人谋反,杀害了萧扑萨哥的兄长,还派人刺杀萧扑萨哥本人, 不堪其辱的萧扑萨哥最终选择了自杀,萧诺金的这一系列行为不仅震慑了朝中大臣,也让他彻底失去了儿子的信任, 耶律宗真虽然表面顺从,内心却开始对母亲产生了深深的怨恨,掌握大权的萧诺金变得越发肆无忌惮, 他大肆封赏自己的亲信,甚至连家中奴仆都能得到官职,对于那些反对他的大臣,萧诺金毫不留情, 要么将他们流放,要么直接灭族,他的残暴统治引发了朝中许多人的不满, 但在他的高压政策下,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萧诺金还设立了特务机构, 专门监视朝中大臣和皇室成员,任何可能威胁他统治的人都会遭到无情打击, 随着时间推移,萧诺金的野心越来越大,他甚至萌生了废除耶律宗真, 扶持小儿子耶律重元上尉的想法,然而这个计划 被耶律重元透露给了耶律宗真,耶律重元虽然年幼, 却深知母亲的做法是错误的,他暗中与兄长联络,揭露了母亲的阴谋, 这个意外的盟友让耶律宗真找到了反击的机会, 也让兄弟俩的感情更加深厚,多年来积压的怨恨终于爆发, 耶律宗真暗中策划,一局铲除了萧诺金的势力, 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处于对母子关系的顾念, 耶律宗真并没有处死萧诺金,只是将他软禁起来, 这次政变来的迅速而果断,萧诺金的党羽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清除, 耶律宗真重新掌握朝政后,开始着手修复萧诺金统治时期造成的损害, 重新任用被排挤的贤能之士,而失去权力的萧诺金并未就此任命, 他对儿子的怨恨与日俱增,母子关系彻底破裂, 曾经那个为了儿子不惜一切的母亲, 如今只剩下了对权力的执念和对儿子的仇恨, 在软禁期间,萧诺金多次试图逃脱或者暗中联络救部, 策划复辟,但每次都被耶律宗真识破, 这种反复的较量不仅消耗了双方的精力, 也让这对母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最终变成了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辽史上有一位很特殊的皇后, 她出身明文世家,一生受尽皇帝宠爱, 只因收养了宫女一儿子, 书写了一曲婉转凄凉的宫斗士, 辽史《圣宗记》在辽圣宗耶律龙旭先后有两位皇后, 辽圣宗统合四年, 九百八十六年, 农历九月,辽圣宗耶律龙旭十五岁时, 那萧氏为皇后, 后改立萧菩萨哥为皇后, 萧菩萨哥出生于九百八十三年, 她来得不小, 她是成天皇太后萧绰的侄女, 大丞相韩德让的外甥女, 她十二岁便入了宫, 因为美丽动人, 又心灵手巧, 深得二十二岁的辽圣宗宠爱, 一千零一年, 十八岁的萧菩萨哥被册为齐天皇后, 同时, 第一位皇后被降为贵妃, 齐天这一封号非同小可, 只有皇帝才能称之为天, 而皇后只能称帝, 可见当时萧菩萨哥的后台这样, 当然, 萧菩萨哥自己也很争气, 他多才多艺, 擅长谈琵琶, 辽圣宗也擅长殷律, 两人有共同爱好, 对谈唱仇, 鸾凤和鸣, 夫唱妇随, 抗力情深, 然而, 遗憾的是齐天皇后为圣宗生下的两个笼子, 天宝奴和地宝奴, 先后不幸因病夭折, 这让做母亲的齐天皇后悲痛欲绝, 整日以泪洗面, 1016年, 宫人萧诺金生耶律宗贞, 萧菩萨哥很喜欢萧诺金的儿子, 把他抱在自己宫里精心抚养, 爱如极子, 把母爱全部倾注到他的身上, 随着光阴流逝, 宗贞慢慢长大, 其天皇后渐渐淡没了丧子之痛, 并以这个孩子的生日为顺天节, 但萧诺金是个野心极大的人, 对自己的儿子被萧菩萨哥抚养怀恨在心, 开始与萧菩萨哥争斗起来, 据悉萧诺金长的极为丑陋, 不但面色有黑, 而且目光如狼, 令人望而生畏, 但他出身萧氏后族, 辽圣宗耶律龙旭还是把他娶进后宫, 耶律龙旭对他并不感冒, 只是安排他到母亲成天皇太后萧硕帐中, 作为宫女使唤, 据说一天, 他给萧太后打扫床榻时, 使到一只鸡状神药金鸡, 这时萧太后从帐外来了, 萧诺金慌乱之下, 西一横就吞下了那只金鸡, 结果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他并非没有被撑死, 反而因此脱胎换骨, 肤白貌美, 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了白天鹅, 萧太后又惊又急, 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你一定能生个奇才儿子, 结果在萧太后的撮合下, 辽圣宗耶律龙旭宠性了萧诺金, 不久, 萧诺金果真为其生了一个奇儿子, 结果不但萧菩萨哥很喜欢萧诺金, 为他所生这个奇儿子, 连萧菩萨哥也对他情有独钟, 面对萧诺金的步步为紧迪, 萧菩萨哥却处处忍让, 并让皇上把萧诺金, 从工人生为妃子, 以作为补偿, 一千零三十一年农历六月, 辽圣宗病危, 一命以耶律宗贞继承皇位, 就是辽兴宗, 齐天皇后萧菩萨哥为皇太后, 萧诺金为太妃, 临死前嘱咐耶律宗贞, 皇后是我四十年, 以其五子, 所以收你为养子, 我死后, 你们母子切不可杀害的, 这时的萧诺金已是得意忘形, 对萧菩萨哥骂道, 老东西, 宠爱已有尽头啊, 辽圣宗死后, 萧诺金以皇帝生母的身份, 自立为皇太后, 始为亲爱皇后, 萧诺金原本是萧菩萨哥的工人, 萧菩萨哥以为萧诺金是自己人, 谁知奴大欺主, 萧诺金的心眼太坏, 恩将仇报, 萧菩萨哥打错了如意算盘, 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绝母人, 萧诺金一开始被封为顺圣原非, 也算是为皇帝生子的补偿, 但是这个封号他是不满足的, 他想当皇后, 想当太后, 想掌握天下大权, 辽兴宗耶律宗贞性格懦弱, 萧诺金很快就掌控了实权, 上台后的萧诺金, 指使护卫冯家奴, 喜孙等诬陷萧菩萨哥和北斧宰相萧卓博, 国舅萧匹迪参与谋犯, 辽兴宗听说后问道, 萧菩萨哥侍奉先帝四十年多年, 还抚育了我, 本该为太后, 现今不但没当太后, 反而有罪, 这样做不好吧, 萧诺金说, 此人若在, 恐为后患, 辽兴宗求情道, 萧菩萨哥没有孩子, 而且已经老了, 虽然在也没能力做什么了, 萧诺金不听, 将萧菩萨哥押往上京, 辽兴宗仲西元年, 一千零三十二年, 农历三月, 趁辽兴宗耶律宗贞春季涉猎之机, 萧诺金派人刺杀萧菩萨哥, 萧菩萨哥对刺客说, 天下人都知道, 我是无辜的, 容我洗浴更衣之后再杀我, 行不, 刺客顿生怜悯之心, 于是退到了屋外, 等他在进屋时, 皇后萧菩萨哥已经自杀了, 享年四十九岁, 死后被葬于白马山, 一千零三十四年, 好不容易掌握实权的辽兴宗, 因打猎经过祖州白马山, 见萧菩萨哥的坟种荒惠, 又无影堂吉扫撒人, 只是空山中一个孤种, 侧然落泪说, 我要是早像现代这样, 你就不至于如此了, 左右同行的人都闻着泪下, 兴宗下诏, 让上京留守耶律桂宁, 将萧菩萨哥移葬到祖陵, 并追封萧菩萨哥为仁德皇后, 一千零三十一年, 圣宗皇帝驾崩西去, 死前留下一诏, 封皇后为皇太后, 元妃为皇太妃, 萧诺金等这个时机已久, 岂能逆来顺受, 他私藏并废弃了一诏, 仗着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兴宗皇帝继位, 直接自立为皇太后, 实行垂帘听政, 从此, 军政大权在握的他, 开始了四年兴风作浪的暴政, 扰乱朝政, 他安排自己的亲信, 诬陷皇后谋反, 派人前去刺杀, 皇后不堪受辱, 而选择了自尽, 朝中官员敢不顺从他的所作所为者, 尽数革职, 或是灭族, 或是流放, 扰乱官道, 可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他封自己的两个兄弟做了南北府宰相, 自己的姐妹做了秦国, 晋国妇人, 追授了祖父和父亲封号, 连带几十号亲信仆人全都封赏为官, 扰乱民情, 秦国妇人早年守寡, 滥清无常, 您看上年轻英俊的长沙郡王并想嫁给他, 郡王以有妻为借口不从, 肖诺金便派人杀死了其妻子, 逼迫他娶了姐姐, 同样, 他又为两次嫁人后, 看上护布使的妹妹圆了愿望, 杀了护布使妻子后, 强令他娶了晋国妇人, 随着他权力欲望的上升, 他动起了不想还政于子的坏心思, 他打算废掉兴宗皇帝, 另立小儿子为帝, 好继续操纵权力, 谁知小儿子并不想做哥哥一样的傀儡, 将此事偷偷告诉了哥哥, 兴宗皇帝早就对母亲夺权愤慨不满, 正好就此布局, 将母亲的亲信一网打尽, 并将他软禁了起来, 多年后, 兴宗皇帝念及母恩, 将年以古兮的萧太后接回皇宫, 但他并没有感念儿子的善意, 与儿子同行都要隔上十数里, 儿子病逝后, 他没掉一滴眼泪, 还嘲讽儿媳的哀痛, 三年后, 他也在寂寞中死去, 也许在萧太后看来, 生命里出了权力能给自己带来幸福, 其他的都是狗屎, 什么亲情爱情的, 都是为了获得权力的垫脚石, 他之前遭受的所有痛苦, 都转化成了对他人的恨, 再也看不到生活中的美好, 他的心彻底被权力腐蚀了, 因为母亲的梦境, 萧太后相信自己生来就是王者, 上去之后永远都不会掉下来, 他的前半生很励志, 后半生却让人唏嘘不已, 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欲望, 也是当下的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 我会让你来说,